永续是什么?除了直觉联想到环境生态保育 事实上,永续发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 新鲜事、新奇事、新故事 一银陪你聊新事 由我阿坚与多位艺术家、影视歌手、网路名人等 多元领域来宾进行对谈 讨论环保、平权、医疗等相关话题 让永续未来不再只是想象 欢迎您到各大收听平台搜寻 一银陪你聊新事 我有一个症状我觉得是一个很象征性的 就是我的臀部 欢迎收听夫妻纯聊天 我是冠豪 我是丽萍 今天就是完全的素人的我们 没有任何的头衔或是任何的职位 是 对,那相信大家已经听过了乔安的两集访问 如果还没有去听的话赶快去听 因为完全的就是 它是一个就是因果关系 对对对 你如果没有听前面的话一定会觉得 蛤,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子这样子 对,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后来发生的事情 很妙耶 我觉得真的还蛮累的 因为我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啊 嗯嗯 好啦你自己讲啦 不要先不要去批评指教 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它就是有有原因的 好,那你讲重点 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我提辞成 哦 你要离开永庆不动产 对 然后我要去做我的事业 然后但是我还在 对 其实这个决定真的来得非常的突然 因为如果你有听前面两集的话 其实后面第二集整个就是以我为主角 然后其实我也 我本来没有预设到这样子 我本来就讲说 诶那就是访问他的故事 可是不自觉的就是主持人就变成是咨询者 你知道吗 就是很想要知道说 那我这样的状况你怎么说呢 然后乔安就说 那就是好像在咨询哦 然后就把他的感觉 或是他的看法告诉你嘛 对 然后我觉得每次都是这样子耶 就是你的诊编人不管怎么样说 你都不会真的做什么改变 可是你常常就是会在一个人的那个 呃算是引导之后 就真的会很大刀阔斧的做一个 让大家都吓一跳的决定 好 其实我要讲这个前因后果啦 因为其实 呃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进入仿仲 其实有一点像是 嗯 也是别人给我的建议 然后等于说是 其实我没有自己 老实说啦 我真的很老实的说 我并没有真心的 非常非常非常热爱这个工作的全部 嗯 就是他有一部分我喜欢 可是呃像带看啊 还有就是找物件 然后我喜欢去比较啊 这些就是比较像是专业性的带领者 这种部分我还蛮喜欢的 可是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溢价嘛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要拉扯 就是要用 好像在勉强别人做什么事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还有开发的时候的那种 就是用一些话术啊什么的 反正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 不是不能做的是我并不是真心喜欢 所以我才会想要做自媒体或什么的 让他可以用专业度来吸引别人 好那先不要讲这个 就是呃我想一下就是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就是是呃有一个印度占星的老师嘛 也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哎我是其实很适合做仿仲 嗯 对然后后来我就听他的 然后我就转行了 其实那个在那个转行的那一个时候 就是我从勇气着或上行转到台湾仿屋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有一个念头 就是想要从事自己的事业 就是音乐工作 但是那时候我太害怕了 对我觉得哎我要完全的从零开始 其实我觉得呃上帝应该是因为 想要给我一个就是 像是在音乐工作的一个职前训练吧 就是把我带到仿仲 因为其实仿仲算是一个很会很全方面 训练一个人的胆识啊 还有业务能力行销能力 种种的技能的一个工作 哦 对还有就是重点就是胆量 我觉得那个胆量是 以前我没有想过那么高强度的工作 嗯 真的很强 对对然后后来就很妙哦 就是呃那个台湾仿屋就半年嘛 然后这又也是因为那个一个podcast 就是我们访问罗姐 然后放到寿命栏 对然后所以就转到永庆 那前面前半年就是算是一个最最核心的那个本职训练的部分 就很扎实这样 然后因为是很传统的方式嘛 然后后半年就是刚好到我三月三月六号就提离职 就差不多 三月六号 对差不多 哦你是说从哪里离开 就永庆 嗯我提迟程的那一天啊 不是我真正离开的那一天 我真正离开的那一天可能要到下礼拜一这样子 隔周的礼拜一 对对对那 呃就是 我在那个永庆的训练比较不是很传统 比较开始会尝试一些自媒体什么的 可是我在尝试的过程 我一直有觉得有点 哪里不对劲 你说在永庆的时候吗 对对对因为我有曾经拍过就是物件的用唱歌来表现嘛 然后那个时候我也加入B&I 然后我也是主打说 我不是一个被房仲耽误的音乐人 而是全台湾唯一将房地产跟音乐结合的房仲 嗯 对那其实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然我觉得 我要这样做其实是也不错 但是我第一个我觉得有点为难的点是 其实说真的我的歌声还好 对我的唱歌技巧其实还好 嗯 然后你先不要就是 我没有说什么啊 对就是 对因为我知道 我没有说什么啊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我如果 我推一个物件 但是这个物件不管是有卖出或没卖出 反正它只要下架 这个音乐就 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等于说是它就是一个没办法累积到 感动力啊 还有一些各种 它是一个很纯粹销售的一个手段的感觉 对那 我做这件事情 我会觉得有点浪费我自己的能力 对但是我不是说我不愿意做 因为我觉得为了成交你做 我做任何事都是一种辛苦度 但是为什么一定要做词做曲弹奏 嗯对 就是你可以融入音乐才华 但是未必要做到这么极致啊 对但是因为我我也有想过说 我可以只谈就好 但是我觉得那个 又觉得不够 那个结合度又不够高 因为我觉得那个歌词的部分 它更加明确 因为我觉得房地产就是一个 非常清清楚楚的 就是有很多讯息的一个产业嘛 嗯 那当然我可以不做这么极致 但是我会觉得如果我做的话 会是凸显出差异化这样子 嗯 但是后来我做的那一支影片 后来那个物件也没有被我卖掉 因为它也没有卖出 因为它的问题就是它太高价了 然后也溢不下来 因为屋主它就是很坚持 很坚持 对它就是比行情高了 至少有四百万 四百到五百万 嗯 对所以是不太可能 那我的问题是 那屋主怎么看待你那支影片 哦当然他觉得还蛮 蛮感动的啊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还是 然后反正这件事情后来 当然我还有成交另外一户 就是我在永庆成交两户嘛 嗯 然后之后就有一段时间其实都是 呃都没办法那个突破 就是也是有很认真的在待看 然后还有就是也有收获 但是就是没办法到最后一步 嗯 对就是 等于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像是 我现在回头想可能是 慢慢开始让我回想说 诶我是不是 应该要面对原本我害怕的那个议题 就是原本我怕 我怕走音乐这条路是因为没有 没有稳定的感觉 可是现在也不稳定啊 而且现在也没有底薪 那我就会一直在想说 诶对那我是不是要 再勇敢一点 这样子 那这个念头就是会拉扯我很久 然后包括说你知道我B&I加入之后 我们要填写一个叫五表的东西 就是五个表格是 就是讲我的产业 我的产业别 然后还有我的一些专业度 专业的呃专场等等 兴趣专场 嗯 然后这个东西我一直都没有写好 就是等于我 我其实已经写了80%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提交给上面的的人 为什么 就是我会觉得 那不是你 对我觉得 啊我觉得很拉扯 是因为我的以前的经历 很多是跟房地产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 呃金钟奖啊 或者是音乐相关的 可是他就会说 就是我的导师 就是我们B&I会有那个导师嘛 嗯 就是也是伙伴 你的leader的意思 对对对 小小leader 然后他们他就会说 这个你把它删掉 因为这跟你房地产没有关系 嗯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 你的人被删掉了 或者是说 你的资历被删掉了 或者是我觉得 我好像 有点像是勉强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 嗯 对我觉得怪怪的 但是我 我就很困扰 然后后来我你看 后来我在过年的期间也发生了一些事 然后 你做了什么动作 对 哈哈哈哈 我后来 我后来我的就是 我有一个症状我觉得是 哈哈哈哈 一个很象征性的 就是我的 臀部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讲这么仔细啊 对对对 我的臀部长了 带状炮子 哈哈哈哈 很严重哦 就是一整半边就是全部都是 你有看到吗 哈哈哈哈 很恐怖 你不用讲 我当然看过 因为我要协助你啊 对 反正就是过年的时候发生一些事情 哎我可以讲吗 我可以讲一部分吗 应该还好 没有人要听你的简单 哎有哦 好 不好意思 反正算了 反正反正我那时候 我就是 呃我们那个 呃初二的时候 有一个表演 啊就是 这个没有关系啊 我觉得就直接说 搞不好你可以得到一些正面的回馈 哦 反正那时候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初二 我们的外婆家 就会办那种很大型的聚会 对 然后就是 然后需要有人表演 已经三年没办 好我来讲 因为疫情 对 对就是 往年都是在那个一个饭店举行嘛 然后就是这样热热闹闹的啊 然后 都会有一些余性节目嘛 要不就写春联啊 要不就是 那个讲客家话 对啊或者是什么 看那个老照片 然后猜这是谁啊之类的 就会很很欢乐啦 对那坦白说 因为我不是你们家族的人 所以我每次都在那边 鸭子听雷 就是我也不是 就是会什么客家话的人 然后我只觉得 大家感情都很不错这样子 对 可是也曾经也因为这样 觉得说 如果我也在台上来一个表演 应该是蛮有趣的吧 然后那时候我们的那个 夫妻纯聊天才刚开播 然后我们就有一年 有报名 想说我们来帮忙 就是类似表演 出一个表演 对之类 那但是后来就 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停顿了 这样就没有在做 那今年就是因为 大家都打开啦 然后想说 那我们之前 有讲过这些事情 就可以拿出来表演 那到底要表演什么呢 就是 那个时候我就是想的一个 因为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会想要把 我所有的 我会的东西 或者是我现在的身份 都融进去 像因为我们之前 有做过那个 音乐人业观察室 有 我有创作出 十二星座的主题曲嘛 对 对然后 我就想说 那我现在是房仲 那我就用十二种房仲 再加音乐 来呈现 就是有点像脱口秀 这样子 然后我后来我这个计划 给那个就是主办人 就是有一个 因为他每一家人 都会轮到主办人 那我今年 我给那个主办人的时候 那是他们先邀请我们表演 对 因为就是往年曾经有过 就是有这个提议啦 对 然后 投资理财的Podcast这么多 何不听最专业的来说 远东商营 打造全新Podcast节目 时乐不赦 前进人生 由演艺圈最会存钱的 小梁哥带着您 一起学习各式各样的 金融知识 理财心法 从人生历练 聊到银行专业 让您财富不设限 快乐不受限 一起理财规划 前进人生 即日起收听节目 还有机会抽度假住宿券 详情请点击资讯栏连结 因为就是往年曾经有过 就是有这个提议啦 对对 然后他就说 很好啊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写嘛 然后就是后来就 我们就排练之后就可以 但是 我们是只说 我们两个人 对我跟你 对 可是后来就是 我今年上台的时候 就是因为之前的时间 有被拖到 所以原本我们可以 规划十分钟的时间 后来就硬生生 坎半就变五分钟 所以我说的有点赶 然后再加上 这个场面 就是我没有去catch到 这个场面应该要有的氛围 调性 所以说 可能会让某一些家人 觉得很商业 但是我其实没有要推销 这样子 我只是 纯粹只是把 房仲跟音乐结合 对 然后也没有跟大家说什么 要跟我买房子 我什么都没有 其实他就是一个 很有趣的脱口秀啦 就是你就想说 诶我现在在房仲业啊 礼品也是啊 然后你知道 十二星座房仲 是什么样子的吗 然后就是 讲完一个星座 就可以带出那个主题曲 现场演奏嘛 对 然后你会问我说 诶我是什么星座 然后我每个星座都说我是 对 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表演之类的 对 请大家 请现场的人猜 我到底是什么星座 对 那当时就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们只剩五分钟 一站上去就是 哈 只有五分钟这样子 所以我本来 就是一直都是想说 那原本我跟你怎么样 re的我就是直接这样子表演 然后突然发现你好像越来越紧张啊 然后讲得很快啦 然后大家就是台下 就是一阵热闹 就是没有再听我们讲话这样 然后我当时的感受是 诶我现在在干嘛啊 就是其实坦白说 我对于这个形式的演出 我也没有特别喜欢 就是我当时就是觉得说 哈我不要这样子 要这样吗 然后你就非常非常坚持哦 傅光豪超坚持说 我不管 我是房仲 我有音乐 所以我要这样子展现 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我就真的有一种是 也是被你赶压着上架 做这个呈现的 然后后来果不其然就是 呃 长辈就是有一些不满意 然后就讲了一些蛮不重听的话 因为不是不重听 就是蛮坦率的话啦 对就是说 呃 诶就我一下来就是 就是有长辈就说 诶你干嘛表演这样子 你就弹一首歌就好啦 你就弹阿拉丁啦 或什么的就好了 你干嘛要这样 但是这句话 好 我要先说我的历程哦 我先是觉得很反弹 然后觉得很不开心 就觉得说都没有人跟我讲啊 然后那个主办人也没跟我讲 对而且时间拖到我们 我们就是没有时间可以表演 然后导致这个品质有落差 其实也不是我们愿意的 对啊我反正就很抗拒 所以后来我都没有参与 大合照 我就我就跟你都心情不好 我们就离就回家了 对啊谁会高兴 我前一天跟你练到三点耶 对啊然后后来 后来就是我的带状泡整就开始爆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身体反应心理的状态 可是你先缓一点 你就先问说 哎会不会是我 我有可能错了这样子 对然后后来我 我慢慢的去 就是在 我在过年这一段时间 我就是都 专心的养病 对都在床上 然后就是好好的去 看书啊 或者是整理自己的种种 我都没有在想防重的事哦 然后我忽然就是有一个 一个蛮清楚的念头 我就觉得哎对啊 会不会是我真的错了 因为我我可以谈 我我可以谈情就好吗 或者是我可以做 我舒服的表演就好 为什么我一定要 很坚持的告诉别人我是防重 因为我知道 我告诉别人是 我是防重是有好处的 是我可以有机会嘛 有当然我觉得还是多少会有机会 catch到关键人物 可是会不会是我 一直都没有意识到我可能错了 我可能 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错了 我是 就是按照别人的方式在火 然后我没有在 倾听自己的心理的声音 这样子 然后这个念头开始之后 再加上我也有好好的调养 就是我们还有一起 去买那个打果汁机 然后就很感谢那个 有一个也是防重的一个好伙伴 对然后他就给我一个建议 就是我可以喝那个蔬果汁 所以我后来我就 这个过年完毕之后 我大概就好了 因为我有打果汁给你喝 对感谢你 对然后后来 这件事情就 还是一直在我心中 然后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希望可以有 当我很彷徨的时候 我会希望有一个神秘力量带领的人 所以说后来我又找了两个算命师 一个是塔罗 那个塔罗师我们一起去算的 然后那个塔罗师他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也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是想说你要做防重跟那个日文教学的那个部分 那我的话是音乐跟防重这个问题 然后他就跟我们说我们是要先把防重这里就先稳固 然后之后的事之后再慢慢的看要怎么样这样子 对然后很巧合的是后来我又找了就是原本建议我做防重的这个算命师 就是我一个朋友 然后他也是给我很像的 他就是说你现在先不要想太多先做防重 然后你音乐的话2028年之后再做会比较好 这样子 然后我听的时候我听他们讲的时候 我都哦好那我要专心做防重 但是但是我会觉得有一种很空的感觉 会觉得好像我自己其实心里面的潜意识 我想要做音乐 我没有被被同理和倾听 可是难道你不知道算命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就是其实你早就心里有比较想要听到的答案了 你只是想要寻求一个支持你的人而已 可是你都没有找到 然后你决定要反叛他们 哦对其实我觉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 我去找这两个算命师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帮助我更厘清自己的决心 有多么坚定的一很重要的事情 对就是如果我没有去找他们的话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内心有这么大的强烈的反骨 跟就是想要做自己的韧性 然后像我昨天我们我们昨天播的这一集 那个桥安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话 就是你会去算命 就是因为你的脑袋不想要去思考 因为你不想要去负责 对啊你不想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啊 对我觉得这个很非常直接的话 其实点破我我长期以来 为什么我一直都不敢去面对自己真实想做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一直都很害怕失败 或者是 可是到底什么是失败啊 就是可能音乐会 就是我会一直被那个什么社会框架狂住 就是有些人说音乐会饿肚子啊 做音乐会饿肚子 或者是做音乐没办法养家什么的 就是这些声音好像就种在我的心里面 我没办法去把它放下来 那什么是失败 就是 他们这样说 然后你又还没做 你怎么知道会失败 对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问题的症结啦 然后后来就是我这两个那个算命完毕之后 就后来到那个桥安这一集 访完当下呢 我就是有一个 不知道 我的念头就慢慢清晰 但是我还不敢承认 然后在那之前我还有去做 那个跟B&I伙伴一对一 然后跟几个伙伴 我都会讲这个历程 我就会讲说 其实我真的想要做音乐 可是我在仿仲 然后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讲说 诶 那个我觉得 我那时候就觉得你应该是一个音乐人 可是因为你整个展现出来 就是非常音乐 但是你做仿仲 那我觉得应该是说 你要蹲低 然后再跳高 就是你要先累积财富 然后再跳高这样子 然后有一个人也跟我讲说 其实你不用想说先后 你只要想着比例上面 其实你还是可以 同时进行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 我也有尝试同时进行 你完全做不好 对因为我觉得 防众的工作真的是资讯量大到 其实我到回家之后 我还在找物件 然后回客户 然后做各种各种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资讯的一个工作 就是它是一个资讯站 对 那音乐的话反而是完全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点 就是音乐是一个 把你所有的情感都 非常赤裸展现 就像我在Podcast里面 讲到的所有的事情 就是非常的 艺术跟音乐的那种表现 但是防众它是要呈现出来 就是专业 乐观 正面 积极 对 我知道当然你还是可以展现 某一部分的脆弱 让别人同理你 可是你不能永远的悲观 也不能一直很负面 因为 因为如果你的气场不够的话 就像乔安说的 你的客户是感受得到的 他不想要跟你成交 因为他觉得你在退缩 你害怕 你觉得你卖的东西 是没有那么好的 这样子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不够好 那当音乐人就可以一直这样子吗 当音乐人我觉得 我卖的是情感价值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有自信是可以把它顾好 因为 我可以用各种的情感 去感染我的客户 所以 我觉得不管我是做悲伤的曲子 开心的曲子 都会有客户买单 因为我就是 我就是他们的灵魂的发生器 就是我可以把他们的悲伤 升华起来 或者是把他们的快乐 承接住 然后用一种更美的形式 散播出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这两件事 很难兼顾的一个主因 然后后来我 我们访问完那个乔安之后啊 其实我就跟你说 那我决定要走 但是我想说 那到四月底好了 因为我的原因是因为 我有一些 就是公司帮我们报名的课程 我想要上完之后再走 因为我觉得 这样子会 对公司不好意思 如果我这样 这个时候走 然后我就骂了你一顿 对 你就说 如果你要走的话 你现在就不要浪费时间 就赶快打电话给老板 对 然后 对 因为其实在这之前 其实我们节目很久没有录 是因为 也是因为房仲这个身份 我一直都不会跟大家讲太多 真正内心的想法 就是 我在之前啊 就是我们老板有帮我们 就开一个课 就是 是一个 你要讲这个啊 可以可以 就是高端客户的服务课 其实我觉得这个课 我上完之后还蛮喜欢的 我也有收获 它主要就是说 你要怎么服务客户 你要把自己当做那个客户 就是譬如说 你要服务高端客户 你也要本质上面是 你自己是 有一定的 的财力 还有收入的那种姿态 就是 你不喜欢的东西 你就不要去推 这样子 但其实很多东西都是 嗯 销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就是 你的心理怎么样 其实客户是一个镜子 你可以互相的观照 这样子 对 然后 那个老板他 我们上完之后 他就叫我们都要写 我们的初衷啊 我们的心得这样子 对 那我写的 我写的可能没有办法 打到他真的觉得 他想要听的那一个部分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我 然后他就很直接哦 他就直接说 怪好 你今年会赚不到钱 因为你太理想化了 嗯 对 然后而且很巧的是 刚好 我在接到这电话之后 我就跟B&I的伙伴 就是玩了一个叫做 财富流的一个杀盘推演的游戏 嗯 对 那种财富流的游戏 其实有一个重点 就是 你就是用一个游戏 像大富翁的游戏 可以 好像让你看到一个 一个人生的缩影 就是你的心态是怎么样 你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会反映在你的 你的钱上面 对 然后刚好他跟我讲完这句话 然后再玩这个游戏 嗯 然后最后 我的复盘 就是我玩完之后 那个老师 就是教练他给我们的 复盘 嗯 就是直指那个问题的核心 就是因为我没有在 想要做 我真正内心渴望 灵魂渴望做的事情 嗯 对 然后其实我承认呢 我觉得老板 说的是对的 因为我觉得我太理想化 是没错 嗯 可是我觉得我太理想化的 部分是放在 房仲上面是 太理想化 可是我放在音乐上面 完全就是match的 就是因为 我觉得音乐 本来就是一个理想化 因为音乐是一个 无形的服务 然后它是一个造梦的过程 然后像我的B&I的伙伴 因为我有跟他讲我的梦想 就是譬如说 我有一个梦想 就是我想要到迪士尼表演 这样 然后他就给我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句子 他就说 没错 你这个梦想一定会实现 因为迪士尼的精神就是 呃 在多么小的梦想 只要种下去 他一定会 一定会成真 嗯 对 然后像譬如说是 就是像星星许愿 或者是呃 迪士尼一开始就是一只老鼠 就发展出来一个乐园 一个庞大的一个娱乐事业 嗯 所以 这件事情就是反处到我心里面 就是我 我真心的问自己说 我真的要什么 其实我觉得 做梦是对的 做梦是 绝对是有他的意义和价值的 嗯 对 所以我就跟我这个老板 就直接讲 就是说 我想要离开 因为 我 其实我讲很简短 我就说 我想要离开房仲 因为 我有更想做的事 我想要去追我的音乐梦 嗯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不做 就太晚了 我会后悔 嗯 这样子 然后 其实我原本 预计他 可能会骂我 干嘛 不会啊 对 然后他就 因为其实这一行 本来是来来去去的 对 然后他就说 嗯 好 那你确定 好 那就这样子 好 那我跟你店长说 对 然后 讲完之后呢 我就再用Line 跟老板 讲一下 就是说 其实 在这之前 有两个算命师都说 我 继续做仿仲 不要做音乐 可是 我觉得 为什么 我要 听他们的 因为他们又不了解 真正的我 所以 我就决定做音乐 好 然后 没想到 老板给我的回音 让我很感动 他就说 没错 命运展望在自己手中 因为当初 也有算命师说 我不适合做老板 结果我现在开了11家店 对 然后我听到这个 就觉得 没错 其实 没有任何人说 成功非得要一种方式 当然 对 就是每一种人都有自己 因为每个人对于成功 的定义不一样 因为 如果是防众的伙伴 有可能会觉得说要赚多少钱 再去追自己的梦想 可是 我觉得就是像你之前曾经跟我说过 就是 如果我要到一个地方 为什么我非得要绕一个远路去 为什么不能直直 就是 操作那个目标前进就好了 对 所以说这个是我人生 第一次啊 就是 这么快的决定一个人生的大转弯的方向 就是我之前 大部分都是要先搜集很多情报 然后 再去 做很多 就是自己脑内的 小剧场的拷问 可是你脑内小剧场 其实已经 大半年了 对啊 对啊 真的 但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 今天我先做这个决定啊 我觉得如果我是为了逃避 面对防众的失败 我觉得我不会去轻举妄动 因为我觉得那是 不好的 但是 当我决定要做音乐的时候 我已经跟 那个时候我刚从勇气 才会想想出来 完全不一样 因为 那个时候我是因为害怕而不敢做 可是现在我当然 多少也有点害怕 可是 我更是清楚 知道说 哦 因为我有防众的这个心理素质的历练 我大概知道说 创业是什么 然后我要怎么样达到那个目标 然后当然我 我在这个过程中 还是会一直梳理 不断梳理一些 要或不要的 就是 这些部分 其实还一直在进行事啦 但是 我有越来越清楚 但我现在先不说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我先 先做出一个成绩 我再去公告啦 但是 重点这个 主折不会变 就是 我就是要做一个 用钢琴来 改变这世界 就是带给这世界 温暖和喜悦 和幸福的一个人 这个是我的核心价值 那我觉得防众 并不是 我的核心价值 就是很简单一件事 就是 我不是被防众淘汰 也不是 我要淘汰防众 而是 我有更想做的事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有一个很正向的 让我离开防众 因为我不去 做一个离开的动作的话 我觉得我没办法去 迈开步伐 去 全心全意追这个梦想 因为 我已经耽误太多时间 其实我现在已经39岁嘛 然后 马上就要40岁了 然后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你会不会太晚啊 或什么的 其实 我觉得永远没有很晚这件事情 对 像我之前报的那个 创业课程啊 就是 有个叫黄冠英老师啊 他是 他其实也没有很晚 他是26岁才开始学一种 就是一种鼓 对 就是他认识他老公 就是他们一起组一个乐团 然后很多人都说 蛤 你这样太晚学音乐了吧 他就说 可是我可能会活到76岁 那 我现在26岁不会很晚啊 对 那我觉得我现在快40岁 也不会很晚啊 因为我可能会活到80岁啊 其实还 还一半都还不到 对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 已经没有任何人可以 就我觉得有一种决心是 其实算命都跟你说 你不要 但你还是要做 就是现在的 我的状态就是这样 但是我还是很感谢 这两个算命师 因为我觉得 他是帮助我更笃定我的梦想 就是 他帮我就是 确定说 我要这件事情 对 就是他很像是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看过铁达尼号 就是 铁达尼号中 我觉得我现在很像螺丝 我去选择 不要跟我的那个 很有钱的未婚夫结婚 而是选择跟杰克 那个心情很像 就是 我觉得这个算命师 他让我看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 譬如说罗斯 他看到那个 有一个小女孩 就是 他是一个贵族小女孩 他很 拘谨的折了那个 那个 有一个像手 餐巾 对餐巾 然后看了之后 下一幕 他就 奔向杰克 然后就跟他在那个 就是甲板上 I'm flying那个 对就是 对 我觉得这个镜头就是 就是我现在的心境 就是我知道 所有人都跟我讲 房仲会赚钱 然后房仲只要 再待一下 一定会有成绩 这我也很确定 因为 就是这个就是一个 充满机会的 一个工作 对 有时候就是天上 就会掉下来的机会 可是我不能够去 把我的时间耗在 等待机会降临 或者是 其实我努力 也不一定有成绩 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他 他太 太飘渺了 他 就像是我嫁给那个 如果我是一个女生 我嫁给一个有钱人 我知道我未来生活会很安定啊 可是 那我自己到底是谁 就是没有人会顾到 我想要自由 我想要 我想要飞 这种心情嘛 然后 我会跟你聊这件事的时候 你说 可是后来杰克死了耶 嗯 对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 就是杰克不是说是 一辈子的铁饭碗 或什么的 角色的 象征 而是我选择杰克是我 我终于 忠于我自己的选择 然后 如果我不是因为 我选择杰克 我就不会活出 我未来的 那种自由的 可以再马上跨坐 奔驰的人生 嗯 对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 我第一次人生 想到这一个时候 我终于忠于自己 真实的梦想 对 有点像是 其实我觉得我的生涯 也蛮像那个千尋 就是那个 身影少女 就是原本都是 我 我不想要自己想 就是我就是会 有点像是活在 就是有点任性的一个 娇生惯养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想要被喂养 这样子 可是当我被丢到一个 汤屋 就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一个 修罗场之后 就像是仿仲这个行业 然后我才开始 长出我自己的自觉 然后那个 无连男 他一直撒钱嘛 就是大家有印象 就是一直撒钱 其实我觉得跟 房仲业 有点像 就是我们这边 其实给的资源 非常的多 就是到处都是在 一直给红包 一直给奖励 我也很感激 对 可是 可是我要离开 这个唐屋 我要去追寻一个 属于自己的平静 或自己的 一条路 其实很需要勇气 但是 我不是说他是 只是一直撒钱 我是说 我要必须要去 忠于我自己的人生的道路 然后 但是我还是会 继续的保持 跟这个地方的连结 对 我不会遗忘 因为我觉得他 有太多的 给我很多的养分 对 就像是 那个 千许 他后来 他 就是那个钱婆婆 给他那个 绑头发的 然后就跟他说 很多事情 其实不是 遗忘 而是你 整个暂时 想不起来而已 对 然后我觉得 现在的我 就是我要去找回 那个小时候 最原始的 那个初衷 就是 我自己是谁啊 就是 我 以前完全没有任何人 要我干嘛 但是我就会 很自然的去 呃 去表现 自己的音乐 的 就是 有点像是 最真实的 我自己吧 那我就 现在希望的是 我可以把那个 自己找回来 对 这样子 反正 整个过程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我 我接下来就是 要 离开访众嘛 然后 我就会开始打造 我的品牌 我自己的品牌 这个也很巧 就是 因为我 我的那个 呃 品牌 其实本来就有一个计划 就是叫 Ed Foo Piano嘛 就是我的英文名字 Ed 和Foo 然后Piano 对 这个 我的YouTube频道 但是 这个品牌 它只是一个 露出的一个 一个管道 可是我没有想到 它怎么样赚钱 我没有想到商业模式 然后 但是 因为最近 这些加入B&A 这些机会 导致我们真的有机会 可以成立公司 就是 因为有一个伙伴 他就是在台北 有一个商务空间 对 所以我们可以跟 在他旗下 我们可以做 就是挂在这个 这个空间 去做我们的公司 嗯 对 然后我也都没有算命 我就是很直觉的想说 对 啊 爱得富 可以怎么样 然后我就把它 我的公司名称叫做 爱得富 然后 它的意思就是爱 爱情的爱 然后得到富有 对 因为我觉得就是 如果你有爱 你对什么事情有爱 你一定会得到富有 对 所以我就成立叫做爱得富文创有限公司 嗯 对 那这个选择 其实也是非常的单纯 就是 我觉得好像 一切之前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为了 这一个事情要成立 嗯 对 我觉得跟 其实跟那个 勇气杂卧商行 在创立的时候 有一点类似 就是都是一个 sign 或者是一个 很清楚的一个 人生的转折 导致 哎 做这个决定好像水到取成 嗯 对 就一件一件事的发生都 很自然的 就这样发生 嗯 对 嗯 嗯 了解了 我刚刚都没有说话哦 呵呵呵 嗯 好 那就加油咯 嗯 嗯 我跟你之间也是 无话可说 没有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就是 我们人啊 最后还是 来的时候是 孤单的 走的时候也是孤单的 对啊 对 我们不要活在别人的期待中 也不要去想说要依靠谁 因为 其实人 就是 其实人 是自私的呀 而且人是 当然啊 要永远一直为自己的想 人物走来 你都非常的自私吗 对 但是我觉得 这个是对的 因为 本来就一定要 做自己 觉得 对得起自己的事情 对啊 但 对 我们不能永远都是自私的 因为我们还是有其他的责任 嗯 对 所以我觉得我这次很不一样的事 我不是只是 很梦幻的想着 我的才华一定可以变现 我是要真正的去 学到商务思维 然后去学到怎么样去运用 呃最有效的方式赚钱 对 那这个过程其实 你用 就是像我的那个 创业老师 叫冠英老师 他就跟我讲说 你想破头也没有用 你就是先投入市场 对啊 然后慢慢的去修整 对啊 你会一直打掉重链 可是 你会越来越清楚这个市场 的样貌 就是你可以提供给这个世界什么价值 嗯 对 那我初步的想法其实就是 会用一个 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对 就是符合我个性的一件事情 其实我也曾经有做过一小段 时间 嗯 对 那是什么事情 我之后 我有作品之后再跟大家分享 嗯 对 那其实 这件事情就越来越清楚 就是 不管怎么样 我不会再花时间后悔 过去 走过的大半辈子 因为我觉得那些都没有意义 而且那些东西 我以前 所有做过的决定 然后所有认识的人 那都是养分 那都是 让我可以更了解我是谁 然后 再往下一步迈进的 很重要的 贵人 对 我觉得就是 一路上的贵人 是 太多了 嗯 包括你 对啊 呵呵 呵呵 有啦 我觉得其实我们彼此 都有改变对方一些什么 这样子 就不管是好或坏 都是 其实它都是有意义的 嗯 对 啊 真的 好啦 那我们就 哦 我在最后再讲一个 就是 嗯 我在上一集不是有 跟那个 乔安说一句话 就是 啊我很怕 亵渎我的艺术之神 哦 对 反正这句话 讲完之后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理由 我觉得这是你自己对自己说的吧 对 是一个理由而已 对 就是不想要承认 其实我 我就不想要承担 我做的 然后失败的后果 对啊 可是你后来听到那句话 我觉得也是你自己对自己说的 对 可是我觉得 呃 就是你 我冒出这个念头 我觉得它很真实的 是 一个 很强烈对自己的一个反驳吧 就是我 我后来我隔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很清楚的听到 就有一个话就浮现在脑海 就是那个话 就是感觉很像是艺术之人 告诉我的 他就说 如果你没有用 我给你的天赋去赚钱的话 你才是亵渎了我 嗯 对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 我现在要 紧紧抓住的一个机会 就是 对 我们每个人做任何事情 我们都要问 我们到底是谁 然后我们 我们有什么才华 我们 我们真的有机会 可以 用这个才华去帮助别人 那 只要有影响力 就一定会有钱 就不要去想着说 他要怎么做 你要怎么做 其实是 那是how 那是怎么做的东西 可是 应该要先问自己是 who 然后我要做什么what 对 就是 不要去想太多 就是去先去做 然后 就是像 那个有一个 不要想太多 要先去做 对 就是像那个 真的 对 像那个 有一个叫 谢文献 的一个 激励讲师嘛 准备40%就去 对 人生准备40%就可以冲了 对 对 我觉得我现在早就已经 大于40%了 嗯 对 所以 应该是 没有任何退路 就是 往那个目标前进 嗯 这样子 好 嗯 所以这一集是你单口的 不是不是 我刚刚就是有跑去 把那个狗赶出房间 然后没有人知道 对不对 我有开门 对对对 那 我觉得 你也是 不要去听算命说的 你就是 你觉得你要做 线上课程 就努力的去做吧 会啊 对 我正在做 对 对啊 嗯 我觉得这一定是 可以成为你的 很好的一个收入 或者是 跟别人不一样的点 嗯 对 然后其实你后来 我们老板也是直接很 很明确跟你讲说 好那你就写杠 没问题 对 对 是不是 因为没有写杠 我就赚不到钱 对啊 对 虽然说 在房仲这一行 就是 我讲一下我 我现在倒职四个月嘛 从去年11月1号开始到现在 对 我现在是完全没有业绩的 虽然我有进案 可是那个进案 也不算是 真的是我自己开发来的 我是很努力的 有在做 可是坦白说 我也没有尽 百分之百的权利啦 对啊 然后有部分是因为 我跟着你行动居多 然后 嗯 有时候 我有点 有点厌倦 我催促你做什么事情 可是你没有做 就光一支物件影片 你剪两个月都还没有剪出来 这样子 可是这不是 你不能把你的 的没有成绩 怪在我头上 哦不是 我是说 很多时候 我觉得就是 应该是说 我觉得我们 在同一家公司 有蛮多的好处跟坏处 第一个好处当然就是 因为你是我学长 所以你可以带着我 但是你自己也在摇摆不定 有很多的摆档 跟挣扎跟拉扯 然后 我必须要 呃就是 倾听你这部分的拉扯 然后我还是要跟你一起工作 但是其实我也很清楚 其实你并不是很想做这些工作 然后当我跟你说 某某工作你做了吗 然后你又跟我说好 可是你没做 这样之类的 然后 但还是有好处 就是 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你 但确实 你不是我们店 比较强的那一位 所以就是 我可能 呃 会被别人觉得 呃 丽萍跟着惯好 没有成绩 就是 你不要跟着他了啦 你去跟谁的谁会比较好啦 这样子 然后再第二个大坏处就是 因为我们两个人 夫妻在同一家公司 参与公司的所有的活动 跟课程 还有会议 或是各式各样的聚餐 等等的 嗯 会导致我们 没有办法顾好 原本自己的生活 包含 小孩的接送 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就要跟你巧说 这个车子 那个车子 然后这个摩托车干嘛的 当然我们很努力的在协调彼此 可是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吃力 这样子 一加一没有办法大于二 完全不行 然后就是 连等于二都不行 罗姐跟我说过 就是你可能没办法一加一大于二 等于二都不行 然后 零点五吧 她可能说你是零点五这样 然后我那时候还不知道 什么是零点五 后来就经过这三个月 我就充分了解这一句话 是什么意思 所以 我就是 一直觉得 好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我也知道 该怎么做 可以让自己进步 但是 我好像真的没有办法 就是 把我的 所有的精力 放在这里 然后 也没有办法像 我身边的 已经当妈妈的 同事们啊 嗯 他们都会说 小孩丢公司就好了啊 或者是 就是小孩的 人家都说 小孩的成长只有一次 我的青春也只有一次啊 他们就是会讲得 非常的笃定 对 那是一个想法 但是 那不是我真正的想法 你希望还是陪着孩子成长 我还是希望 我是有多么的 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样算不算太贪心啦 只是觉得说 好像 不能够 总是让萝莉感到很孤单 或是觉得 很 很受剥夺 这样子 因为她 曾经是跟我们一起那么久 然后有一天突然就变成这个样子嘛 所以这几个月我真的非常的沮丧跟低落 我 我快要哭了 其实这些 你这些心情啊 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气场 然后 导致我们的成绩不理想 我很相信这个 因为你不快乐 就是你没有办法 成为很快乐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 这个运势就是会这样 就会很低 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我也是这样 然后 但是 其实我很看好你耶 因为我觉得 我离开对你是好的 对 所以当你跟我说你有去意的时候 我就说你不要待到四月底 你不要管什么课还没上完 你就是 我宁可就是把那个钱拿去 交回公司 你都不要多待一秒 因为你根本就不需要 对啊对啊 所以我就说 我真的很想要直接告诉你 那你就滚吧 因为其实你走了 其实对我有好处 我就不能再靠任何人 我必须要自己去寻求协助 那 我们现况本来就是 其实公司还是有很多强者 可以让我 咨询跟求助嘛 所以其实我也不会觉得说 我好像真的只剩一个人 而且 我先要在那边抱怨一下 就是 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 我在公司的时候 就会有人跟我说 哎 管好嘞 你怎么没有跟着他一起 这样 对或者是 另外一句 我更不喜欢的一句就是 叫你管好 对 叫你老公进案 叫你老公认证一点 那好像你不是一个个体 对 你是附属于我 我好像只是一个叫老公 赶紧进案的一个人而已 而不是 我也是这公司的一份子 这样子 那 确实我在做的一些自媒体的一些耕耘啊 有成效但是还不多 所以 也没办法就是让别人觉得说 哦你就是利品这个方法是有效的 所以 就是整个会让人觉得好像是在空转 嗯哼哼 对啊那你看就是 但是我本来想要做的性章课程停滞了一段时间 然后日文单元好一阵子没有更新了 然后我是也很认真在做 亲一普梦想家 那就是一周一更 我就是 宁可做到天亮我都一定要把它剪完这样 但是我就还没成交嘛 然后 小孩也会跟我讲说 啊我要做什么我要做什么 可是我 压力很大 就是我觉得 家里的经济可能没办法就是让他予取予求 这本来就是真的 那就一连串的各式各样的 纠结就是 我觉得 并不亚于你 对啊对啊对 嗯嗯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就是我 我 我当然也是 嗯 我自己没有很强我也知道 好但是 我觉得重点就是 嗯 彻头彻尾 我觉得我们都要去倾听自己 做任何事情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觉得那是很重要的 像如果你就是 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价值感 大于赚钱这件事的人 对 但我不一样 对 你的目标我觉得你很明确就是 我就要赚钱嘛 对 对那赚钱其实 今天 因为我也有感受到 其实如果 我在的话你会一直 依靠我 就是你会常常一直问我一些问题 但我觉得那些问题其实我也讲过了 就比如说 好你不要讲 对对 我觉得整个人说 其实你现在的静安也都是 我去 对啊对啊 然后我跟你分啊 对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都是会让你 像 像千许一样会依赖爸爸妈妈 对所以我觉得 你离开其实对大家都好 对对对对 因为我真的也 而且我可以帮你做公关 对好那我也可以帮助你 但我是觉得说我真的 我觉得最希望你离开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真的受够了你一直跟我讲说我到底该怎么样去执行我的音乐加上仿仲 我还是要这样做吗 还是我到底不该这样做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应该至少有三个月以上你都是在鬼打墙这件事 鬼打墙 对然后我已经受不了了 我受不了在安慰你或是安抚你或支持你或鼓励你或是anyway各种事情 就是觉得说你要不如就走吧 不要在那边浪费所有人的时间 对不过你不能够这么讲话这么的狠的跟我讲 因为其实你也有 你也有从我这里得到的好处 当然啊 就是包括你现在目前两个敬爱也是 因为是我敬的 对等于说 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 当然你可以讲得很直接 但是我觉得重点是 因为我我有去 我有去看一些书啦就是 拖延其实都是情绪的问题 对啊 我觉得情绪不对的时候是真的没办法 我这个人是没办法 对我知道你就是一个INFP嘛 对我没办法就是做一件事情 然后 因为他如果跟我的价值观 偏离太多的时候 我没办法去做 对然后你又是一个 不太能够 同时做多件事情的人 其实你就是没办法笃定 所以你很需要一份笃定的感觉 或是有人支持着你 或是你的想法 或有人告诉你说 对啊就是对棒的 然后你会很享受其中 就是谁谁谁跟我讲说 就是应该要做音乐才对啊 然后你就会很享受在那当中 就是对我应该要这样做 然后会想要去反抗别人对你的其他的一些意见 既然如此你就不要再去犹豫 嗯 对那我就是我跟你之间就是在更务实面 就是关于持假的部分 我们之前有多次的争执 然后有过声泪俱下的一些沟通 那我想那些都是过程啦 嗯 对只是希望说今天是2024年3月12号下午 然后你跟我录了这一集 嗯 然后我不知道说今年的12月31号 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一定会很成功啊 你还是会 不会跟过去的每一天一样吗 不会 就是还是如此的拖延 光是一句我要把什么东西卖掉 都讲了好几年都还是没有做 然后对满床都是 我不知道会怎么样 那因为我们现在也因为准备要搬家了 然后也势必要面临一段的断舍林 嗯哼哼 所以就是也许会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那我自己也会好好的就是面对我的初心 就是把我该做的 我答应自己的事情 我会努力的去做到 然后我还是没有放弃房地产这一行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是非常乐意学习 然后也很想要在这边有一些斩获 这样子 那既然都来到这边 就来CTA一下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屋主啊 然后你有房子想卖 那请联络我 那如果你身边有屋主 他们想卖房子 请介绍给我 那如果你想要学日文 你可以介绍给我 或者是你自己可以来跟我预约咨询 因为我今年就会开课了 我要开一个跟N4有关的课程 然后它是一个录播课程 加上陪跑的服务 就是你可以看我的录播影片 然后就是 我们会约定一个时间 然后做个小班 是精致的那一种 线上的事宜或是对答 或是一些练习 帮助你可以顺利拿到 你想要的检定的征兆 这是我初步的规划 那目前呢 已经有学生 它是有主动告诉我 非常期待我开课 所以它一定会开 一定要好好的期待 这样子 那不过 要做这件事情 我还是需要钱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让我敬感的话 就是拜托请跟我说 还有就是买房子也可以找你 啊 对 没错 嗯 就是这样子 工业地产啊 然后土地啊 反正什么东西都可以做 对就是 这一行其实很 比你想象中还要大 上期还要大 对啊对啊 其实真的是啦 对啊 然后我真的觉得 有很多的题材可以去介绍 然后我也是透过我的节目 不停的在学习 那就是 虽然说我真的是很资钱的 不过我是 有很满满的热情 你不要再讲这句话了 对 好对 好你以后只要讲这句话 应该要罚十块 罚一百块 我先 我要讲一下 就是我所谓的资钱 并不是我真的很弱 而是说我确实就是 才入行多久 这是一个事实啊 但是其实说真的 你已经入行有四个月了吧 对 其实这个时候 这个时间已经算直升了 哦真的假的 我觉得是 因为我也是第四个月成交的 OK 所以我觉得那是没有 对那总之就是 我只是把我之前 对自己的看法就是讲出来嘛 那我是想说 也许你听到这边觉得说 啊才不过这样如此如此 你应该讲什么什么这样子 但我是很有诚意的 就是把我的专业 还有把我的热忱告诉你这样 如果你听到这边的话 好应该是我们的铁粉啦 那请你支持我也支持冠豪 好那我要讲我的CTA 嗯 就是因为算说我的 我目前还没有什么网站 我还没有 还没有伸出来 嗶嗶不能这样讲 你已经有网站了 赶快做出来 对对对 好但是我现在要讲我的服务哦 就是 诶讲快一点 好我是一个婚礼演奏 的乐手 对所以 你如果让我服务 就是我可以整个包套 就是帮你设计你的婚礼 然后你的所有每一段音乐 亲自的弹奏 甚至可以帮新人的故事 就是创作你们专属的乐曲 嗯 然后还有如果你想要告白的话 就是那就是呃 表白求婚的话 我也可以为你们的爱情故事 做一首曲子 好 然后还有就是商业演出 嗯 就是任何表演 只要是你觉得钢琴这个乐器是 非常非常的符合你们想要呈现出来的气氛 不是哪咖西哦 是纯钢琴 嗯 对我就是走这个高端 然后纯钢琴 然后有质感路线 嗯 对当然相信大家在听我们节目 都常常听到我在弹琴 对 这样子的音乐是你喜欢的话 请你找我服务 嗯 对我会把你们的活动办的非常非常有质 好到底多会谈呢 就听我们片尾的这一个曲子吧 嗯 好 就这样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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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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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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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